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三个月来解决 给我三个月来解决 一公后十年前就有隐忧 没有人能够解决 已经在研议对策 承诺解决劳保财务问题难度高 十一度重申 一定负责 但是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 恐慌在蔓延 为什么会恐慌呢 因为发现这个政府好像没有面对问题要解决 先从第一个报道来看起 住的就是这简陋不到三平小房间 像黄先生一样生活困苦的中高龄比比皆是 尽管没有工作很苦 但有工作的人听到这消息恐怕更难受 因为今年五十岁的劳工朋友 以后可能领不到半毛退休金 对 是非常悲哀啊 对 怎么说 对 你辛辛苦苦的一辈子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的都没有兑现啊 633什么都是骗人的啊 没有一样是有兑现 薄薄气的大骂 因为一辈子努力工作的心血可能付诸流水 建议为人口快速老化 劳保基金债务已经累积六兆 原本劳委会编列预算 希望逐年贴补财务缺口 要政府负起完全责任 但行政院以财务困难为由予以删除 而劳保基金陷入财务危机 从原本预估民国120年破产提早到116年 算算总计940万人受到冲击 政府广告中宣传 活到老 领到老 要给劳工最好的保障 不过现在却可能跳票 只是50岁的民众 肩负照顾老一辈 又要担心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成了最典型的三明志族 劳委会强调会把冲击降到最小 只是政府开的支票 何时兑现 恐怕都要打个问号 好 这回开出来 国动大哥又是三个月 人民可以不用恐慌了吗 我想说三个月这句话 变成成一个旧口 我也一直判断20岁的事实 三个月三个月 第一次跟我们说 要推动这个经济 推动什么方案 动人方案 动人方案 三个月 会生经济动人方案 我研究总统 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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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个月有感 我们要算算12天 一个月12天 我们每天都记住 最初的就是三个月这件事 本来这件母带 每天都在旁边拿刺穿几家 这几天又没去 像是这家又没去 现在三个月 你可以相信吗 陈宗三个月这句 出来的其实是从当时送的三个月 是从当时送的三个月 还是现在又没去 现在要改冠老婆了 从今天开始我说的三个月了 你一直缘了 没法改冠了 又让你六个月 也没法改冠了 因为他没有当时这种问题嘛 公布他就马上可以改冠了 缺钱马上 变成报了 老婆他就没法改冠了 我们早上说了 整个办法都说了 一些办法都给他参考了 你政府可以来参考嘛 外界 议论跟你说的这些办法 有了没有 为什么怕你 马英雄的政府 对国家的经济没法改冠 头上小晋 你放的 为时我看得很感慨 美国国会議員 怕你对中国的法会提出第一次 他站在哪里 国家安全的日程 那是建筑 这就叫建筑 国家安全 不应该说 第二国家利益 你看华为 中国华为公司怎么说 我们来这里让美国人 感到的机会多多 让你们经济贪多多 如果你如果要对我 我认为中国给你报复 美国的公司 我也要给你判斥 这怎么办 他说这个意思是什么 对不起 他说了 开放他们来的时候 感到的机会的人多多多 经济怎么样 他不知道 国家安全第一 国家利益第二 人家都顧住的 我们台湾没有顧住 驾到大家在说路报 预报的时候 马英雄真是有心有关心 这个问题很严重 人民的恐慌 会怕贏 他没在想这个 他没在感受 人民有这种感受 他都没在插 但是白时 我因为这几天 这段时间 我有种很深的感受 过去那年轻朋友 没在插政典 讲政治不好 不要比他 我没有认真工作 打拼 从22K开始 最近多少 那种30岁以下的朋友 公司行人都回到 都关心 都在问了 都问这间 你怕老婆贏不错 当然了 见不过为什么是中国留下生来的 然后为什么我们跟朋友比较多 然后为什么老婆贏 我们老婆的怎么办 你就是不要插政典 你如果关心政典 这些东西就不会这样 不会放政府这样的努力 多关心一点政治 你不认识说你不要插政典 政典每天就在插意了 来 这个杨大哥 你也长期在关注 这个劳保基金的问题 现在说三个月要解决 我不知道知道 因为现在这几天 你看各地的劳保局 你知道吗 都是大牌长龙 都是大牌长龙 都要问说怎么办 要不要一次去提令 那重点是 政府现在 有拿出魄力跟决心要解决吗 我想刚好我们上个月 我们佛伦社有请立法院预算中心 刚刚退休的张主任来演讲 他就提到 他自己很持平客观的讲 他说他在立法院预算中心 前后将近30年 他说事实上从民选总统开始 从民选总统开始 大概从85年开始 在预算方面坦白讲 就一直没有办法节制了 因为你必须要讨好每一个人 所以他不管是国民党执政 不管是后来中间的民进党执政 到今天的马政府执政 所有的预算 坦白讲都毫无劫持 因为要讨好每一个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劳保基金当然现在 根据行政院估算 在116年左右可能会崩盘 但是我们自己心中可以看看 目前在欧洲所造成的影响 一个目前欧洲最痛恨的 也是大家请起上街头的希腊 他们的退休年龄就从50岁 现在延长到65岁 其实包括法国 德国 都可能从65岁延长到67岁 像意大利他们已经确定 他们的退休年龄要延长两到三年 其实我觉得今天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 这个问题基本上我不认为 陈冲三个月可以解决 我今天身为一个执政党议员 我甚至认为要三年解决都不太可能 你今天政府就必须很坦诚的讲 坦白讲如果陈冲是用三个月 那我说实在他都做不到 他就要下台 那我认为他下台下定 我今天必须要很诚恳的邀请 我想陈冲是一个在财经方面 有相当专业的背景 其实你就坦白跟大家讲 这个情况 我们可能要从哪方面来调整 包括你当年的这个1.3 后来调到1.55的这个 健保方面的替代率 你怎么样往下调 但你往下调可能就有选票的流失 那你必须很诚恳的告诉大家 那我们目前财政的负荷是怎么样的情况 如果你不希望在116年 劳保基金崩盘的话 那我可能要做哪方面的调整 然后政府在某些预算方面 也必须有所节制 我觉得今天大家必须要证实的问题 尤其政治人物 目前今天我想可能也看到 一位立法委员自己也承认 当时我们在针对 这个劳保基金的过程当中 两党都互相 在互相把这个要给加码 不断的加码 从1.3到1.4到1.5 甚至最后到2 结果后来是1.55 但是1.55也增加了两层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像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但是就说这不断的加码 但事实上我相信 不管是国民党喊到2 或是民进党喊到1.6 其实都造成了今天 某种程度的一种 大家的一个很严重的负荷 所以我觉得老百姓当然 可能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政府不再那么有钱 但是政府也必须 非常开诚不公的告诉大家 我目前这个情况 而不是用欺骗的方法 用三个月 用半年 因为这个问题 我不相信它可以很快 一个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杨石秋 提出要积极去面对 我们觉得真的是看到一点希望 因为执政的是国民党 不过有一点我想请教的是 你认为现在解决是 针对劳保基金就够了吗 工保呢 还有退付基金呢 要不要一并来解决 如果所得替代率通通都要去检讨的话 我今天看到中国是没有给他做二版了 这个标题叫做什么 救劳保劳工未来 领多 来看一下 较多领少 较多领少 为什么只针对劳工 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 其他的呢 军公教的退休人员呢 不用一并检讨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关键的 其实我们大家必须了解 一个人们的基本需求 分成需要跟想要两种 需要是什么 我饿了想吃个便当是需要 我冷了想穿件衣服是需要 可是当我想换一辆 BASS的是想要 我想搭一个薄金包是想要 我觉得今天我们必须 不管是劳保健保 乃至于整个在退休制度的调整过程当中 你必须针对需要的那些人 他少多交一千块钱 他可能就要三餐没有办法温饱了 这方面我觉得不能够再提高 他的所谓的汇率 但相对针对想要的人 就是这一批 可能你针对他增加十万五万 他只不过下个月 不能再买个薄金包 他本来今年要换BASS的 改成明年换 所以需要的是 他一个温饱的基本的需求 可是我们最近看马政府 不得不说的是 他针对需要的人 是全面一视同仁 可是针对想要里面最离谱的 我们大家记得很清楚 在四年前的时候 他把余震率 从不管是余产和震雨 从40%大幅的下滑到10%之后 海外的油资 包括台商的资金 大量进来 造成今天房地产高涨 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恶状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做调整 我觉得目前 你不去面对的结果的话 你还是用传统的方式 全部的人一视同仁 那种需要的人多一千块钱 是可能让他下个月吃不饱 但是对想要的人多十万块钱 像我所说的 他最多每个月买佛金包 变成半年或三个月买一次 这一点需要和想要 我觉得是我们在 针对任何税负 乃至于公平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做的考量 好 我们现场加入的是 民进党立法委员李应元 李应元也是最早最早 一开始点出工 会破散 你不去面对的话会破散 他也曾经担任过劳委会主委 那英元大哥 现在老公很害怕 很恐怖 五十岁以下 韩瓜是七百多万的老公 重点是 政府到底有没有心要解决 我想阿波 今天陈冲已经说十一次 政府负责到底 如果今天 最简易中今天会讲这样的话 当时上个礼拜 当老委会提出 类似这样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要比照公务人员保险法 不知道老婆能不能拉一下 公务人员保险法里面就讲 88年5月30日以前的 这个前厂负债 由财政部审核拨补 那么这个拨补 是已经累计是拨补2000多亿 那包括比较近的 97年153亿 98年145亿 这大家看就知道 现在老委会只不过是希望 比照这个 公保而已 公保就每一年100多亿 对 那希望能够类似这样 在2008年7月17日 劳保年金化这个立法 之前 因为同样一个制度的改变 希望让劳工能够安心 希望能够类似这样 所以做一个附带决议 也能够比照这样一个办理 就是这样的事情在 行政院在处理的时候 财政部 还有这个主计处有意见 所以礼拜四 就是昨天 我有特别针对财政部长来咨询 财政部长张部长 在回答赖事保委员的咨询的时候 他说政府不能够负完全责任 因为保险应该自己 要负取保险是一种保险 后来我在咨询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公保是不是一个保险 那公保如果是一个保险的话 为什么公保能够做这样的处理 这就牵涉到 是商业保险呢 还是社会保险 保险在我们的国家制度里面 基本上它社会保险的 那个精神是很强的 是希望做到一定的财富分配 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和谐 能够强即弱 那就这个角度来讲 今天他院长就说负责到底了 照理讲这个本来如果那一天 行政院部位在处理 如果这些阁源 如果有这个社会保险的概念 这个精神 说我们应该认真来处理 当然长期来讲 保险必须要努力 我就举这个例子 我们举这个美国的加州的退休基金 美国加州这个 它可以达到这么高的 3点多%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这是最近5年的 那么如果最近10年的话 就也是达到将近5 超过5 那这是我们劳保基金 那么这是我们的退辅基金 就是公教人员退辅基金 它效率是最差的 那么在这个最近5年 退辅基金甚至是复数 劳保基金还算是这个 那个人呢 修法共济 在我负责这个劳委会的时候 我们的劳保相关的投资报酬率 在大盘 就是在投入股市的部分 都是比大盘的投资报酬率还要高 那么以整体 这个最近这个整个的比较来讲 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整个的执政的这个投资报酬率 和最近这几年 国民党投资报酬率 大概总数来讲 民进党在执政的是1.7 国民党最近是0.66 当然你可以说最近有这个 所谓的金融危机 有这些状况 那么我们的时候也有发生 这个电子网路泡沫 在这边经济的也是大衰退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有没有很认真去管理 这个认真去管理 这个张部长有提到这一点 这一点我是肯定 你就任何一个基金的管理员 你要大工无私 全力为这个基金的所有拥有者 所有劳工 还是所有公教人员 要任何打命去处理 但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保险机制 你当时发生问题的时候 一个是比如说 刚刚杨一元有讲到 那个所得替代率是一个调整是一个事情 但是劳工的所得替代率已经很低了 平均就30几% 公教人员所得替代率 是古早人不喜欢以前是有的还超过一百% 对 高少几%92%现在很平均的 那个这个所得替代率 我们的所得替代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大概OECD全部一般的国家 大概都是只有40到80% 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是世界上 公教是市量最高的 50%英国日本这么富裕的国家都这样 德国经济是欧洲最好 也就是50几% 法国就63% 美国是52% 法国63% 德国是58% 58% 意大利是78% OECD是70% 意大利是特别的 所以意大利现在是发生这问题 所以每一个国家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政府要拿出玻璃来解决 刚刚包括 现在因为平均年龄 以前劳保条例通过的时候 我们是65岁 平均年龄是65岁 55岁就可以退休了 满25年也是可以退休了 那现在人的平均寿命达到77到80 男人大概7778 女人大概80到81 平均寿命延长了 这个后面的生命要怎么过比较精彩 有很多这个阴法族也可以是再度投入 这个经济的活动 所以这个退休的设计也可以重新思考 那么就这个就 所得替代率刚刚我们讲一个世界的比较 公务人员的所得替代率 的确是比我们劳工高太多了 一个是调整这个 另外一个变数就是提播率提高一点 提播率提高一点 公务人员其实基本的所得 每个月的薪资所得是比较高的 如果要保障高一点 你那个可以提 每一个月的提播率可以高一点 这个就是说你付出比较多 就可以后面领域比较多嘛 所以这个东西就义务高一点 权力就会高一点 我想类似这整个 你有看出政府现在有必要 有心要把这所有的基金 重新去检讨吗 我认为以陈聪他对财经 他就他个人的专业来讲 金融业是他的专场 我认为他是有心的 他基本上是一个国益人 这样就总统要不要全部授权给他 当他很认真要去做的时候 他要出来沟通 沟通是他不擅长的部分 他要加强 那现在有好的行政院秘书长 有很多相关部位首长 稍微有在动 但是像张部长 昨天也是从善如流 我直询这个主计长 这个财政部长说 那政府要不要负责任 行政院发言人 就是副秘书长 黄敏公出来说 政府一定会负责任 这一点是不是代表 行政院立场 因为基督公这是西 所以他们调整 因为他们以前都是比较偏 企业 比如从工商的角度 在看事情 如果是教工进户 如果沉冲11度重申要负责 包括了张胜和部长 包括了副秘书长 还是老委会主委 徐老师 为什么恐慌继续在蔓延 问题出在哪里 小军 三个月有可能解决吗 如果三个月可以解决 就不会有希腊这种事情发生了 所以三个月可以解决 就不会有欧债危机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骗人民 三个月可以解决的事情 就绝对我们现在就不会有什么大环境不好的问题 如果政府真的有心很简单 刚才林医院拿出来的 你就比照公教人员保险法一样修一条 政府拨补 为什么当时修法不成 为什么那时候财政部长说 不行我们不能 那才是老实话 为什么 因为政府没那么多钱 可是救得了公教人员 没办法救得了劳工 那我觉得政府你要出来讲清楚 到底 你那个时候讲 较多林少 只针对劳工吗 那你公教人员 要不要也较多林少一点 对不对 小军 我觉得全世界没有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保险制度是这样 还分行业别的 你是公部门的照顾多一点 你是私部门不照顾 小军这是完全有问题 你在社会里面制造阶级 我最后讲一个 马总统你这个事要不要出来讲个话 这不是陈冲可以拍板定案的 马总统你不要只关心 1800个陆生是不是纳入健保 700多万个劳工 台湾的劳工 他们的退休金有没有问题 你要不要出来讲个话 乃琪志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下 陈冲不要三个月 他先去问马总统 马总统你说633第二任可以达成 第二任达成了三万美金 三万美金这个都没有问题 我们经济税收都够了 所以我们现在出现最大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说 其实大家觉得会破产 是不是劳工领很多 对不起 你不要觉得那些退休拿钱 那劳工还是领的很少 他是领40% 大概平均40%左右拿得非常少 刚开始设定的这个 我们所谓精算会设定这个 这个所谓退休级物 其实设定的是薪资每年成长1% 然后投资报酬率大概3% 所以这个条件看起来 也是不是很难达成的 但是大家别忘了 到现在我们的经济所得 薪资所得退到17年前 所以是我们的逗退路 那薪资逗退路 你假如每年薪资 我们成长一点 成长一点 劳工越来越有钱 我们不至于破产走到这条路来 所以对陈冲来讲 你怎么把经济搞好 马英雄怎么把经济搞好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是我们的税收不足 刚刚讲的有钱人这么多 这个赠与税 我们这个李树德是降税的部长 降了一大堆税金之后 国库都空掉了 你叫政府补贴 成长不法没钱 已经被你四年弄了 国库整个空虚掉 你看张盛儿什么钱都不让正确的 因为确实没有钱了 所以税上要解决 第二个经济发展你要解决 第三个你要对真的 整个结构要 财务结构要调整 公务人员军人 为什么他们都是拿几乎百分之百的退休金 劳工拿四成都还可能破产 对很多劳工其实有种感觉 要破産我们做一个破産 不是我破産了 你们过来很好的事 这个是一个国家非常不正常的 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同舟共济了 我们也有些公务员 我们不是说他考不了 这个我们政府有办法 阶层几乎是分开的 你做公务员或者你做军人 你可以安然退休 而且你可以领很多的钱 那很多劳工真的每天急急赢的 从早忙到晚也没有时间去运动 劳动都来不及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阶级的平均 在这一次的乘重三个月之后 你要好好想清楚 怎么去改善这个最现实的问题 好 你们待会儿继续补充 来 我先开放扣医 因为等很久 不好意思来 第一通接在台北的许小姐 许小姐你好 你好 许小姐请说 马英九是要把台湾都掏空 现在什么都是都要税 你看就连我们的年金他都要 现在开放入资 对不对 那你看他不是把台湾都挖空吗 然后再让大陆来接收 不是这个样吗 都把老百姓当作是笨蛋是不是 搞什么东西啊 下一次都不要选国民党的立委了 我们国民党的立委是干嘛 吃死了 好 谢谢许小姐 来 大家虽然有一些情绪 但是用语还是要特别小心 来 彰化的黄先生来 黄先生您好 各位大家好 黄先生大声一点好不好 我正好 黄先生你要对准电话筒 声音太小了 来 黄先生请说 我听吴医生在说 说局管是副局长 施文宜 为了担保 律师健保的问题 他来说这样的时候 吴医生说 不需要做成他可以输得 那为什么健保 律师的健保 为什么不叫吴医生 他个人拿出来电呢 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国生的吗 好 谢谢黄先生 来 这个疾病管制局副局长 因为他就认为说 陆生要纳入 陆生是全民吗 其实政策还没有决定 在Facebook当中 这个言论自由也不行吗 因为陈忠说 要研究他有没有 违反公务人员服务法的问题 所以引起外界觉得说 没有言论自由吗 好 我们继续接的是 在台南的曾英小姐 主持人你好 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 她问那个马总统 说要把那个大陆 那个留学生拿那个健保 说实在 我们台湾有一些人 健保肺脚不出来 也不能看医生 那他们过来 不用脚健保肺 都可以看医生 那够可怜了 对啊 我儿子都说够可怜了 那我等一下 那个我们那个台湾 已经投了很多钱 在那个 那是马英九都没有出来抗议 他还坐在那边 他都说什么 是他 是我们因为没有看到他的努力 那都根本是那个 我们就已经很努力付出代价了 他竟然都没有让我们过好日子 而且反而让我们这些更辛苦 物价上涨 好 OK OK 一直 很不好意思是我儿子 他多大啊 郑大姐他多大啊 谢谢 谢谢 郑大姐他多大 他是小小五小五 哦 对对 因为他也有一些看一些新闻 是是是他很有想法 因为说实在 我们马总统为了一颗茶叶荡都不增加了 那大陆生过来都可以不用缴费用吗 更何况我弟弟也是在大陆工作 他在大陆因为也有生病 打一支销炎针就合成台币是两千块哦 嗯哼 还有那个杨议员啊 他怎么勿施于人 请请问这一句话是到底是对谁讲勿施于人 嗯哼 怎么马总统往前抗 其实他所谓的往前抗 他是在照顾大陆的 不是照顾我们台湾人 好 谢谢郑大姐 来 宜兰的柳先生来 柳先生你好 嗨 小军姐晚安 大家晚安 嗨 晚安 马英九叫大家说便当一个吃不够再吃第二个啦 像我这样子做按摩的一个礼拜 才按到一个客人啦 嗯哼 以前别人在做总统的时候 起码一个一天还有四五个五六个 现在一个礼拜按到一个客人 我就不知道生活怎么生活下去 他说这个老保 这个腾冲说要三个月我看啊 再给他两年也搞不出来啦 嗯哼 有而已我就是要马英九的团队 就是下台一级工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啦 好 谢谢柳先生好 来 屏东的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你好 陈小姐请说 我今天主要是讲说我反对中国生纳入健保 因为台湾人台湾人民没有办法缴得起健保费的很多 多的很多 他马政府有没有在问有没有在关心台湾人民的那个 嗯哼 他只是顾虑到台湾那个中大陆学生 嗯哼嗯哼 光是他那一条他开放大陆学生来台湾就读 学会减免 然后再给三万块的生活费 我跟你讲我今天是一个在市场做那个蔬菜买卖的 我半夜三点就出门嗯哼 我一个月赚下来的利润也不到三万块嗯哼 讲真的我今天我的健保费我到现在都没办法缴嗯哼 我的老保费也没办法缴嗯哼 什么都没办法缴嗯哼 为什么大陆生他他们没有那没有纳税为什么要有这种享受 台湾人没有我们的小孩子要念大学要念高中没钱还是要那个 嗯哼 嗯哼 为什么台湾学生他的父母是纳税义务人为什么他没有这么这么多的享受 是中国大陆学生过来为什么会有这种享受呢 这是我们不平的地方 好谢谢屏东的陈小姐 嗯目前我们应该知道搅不起健保费的保守估计有73万多人 被锁卡的应该有16万17万 如果是这些人是迫在眉睫应该要去抢救的话 我们急是急放在路深 你觉得我们政府真的是做对的政策吗 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再回来谈